来看印度尼西亚今天举行总统选举投票 1.93亿注册选民前往印尼80多万个投票站投票 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 目前投票已经结束 快速计票结果预计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结晶 为了保证投票顺利进行 印尼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部署约60万名警察和军人 此外来自准军事部队的安全人员 也在投票站周边加强保障 在本次选举中 由印尼斗争民主党及其联盟推选的 现任总统左科维多多及其竞选搭档马鲁夫·阿明 将同由大印尼行动党及其联盟推选的 推议将军普拉伯沃·苏比安托 及其竞选搭档蒂比亚加·乌诺 争夺总统副总统职位 印尼总统选举官方选举结果将于5月初公布 胜选者将于今年10月宣誓就职 任期至2024年结束 印尼此次同时还举行5年一次的议会选举 选民还将投票选出575名国会议员 以及省县级议会议员和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 选择地下来的议会议员和地方代表理事会成员